互国神山台积电一改过去非常低调的作为 今天在南科厂举行了三奈米量场季扩厂的典礼 董事长刘德英是亲自主持 还不忘对对手三星来喊话 三奈米的良率已经和五奈米的同期相当了 同时他也强调了台积电会持续的投资 先进的制程来深耕台湾 而堪称先进制程大本营的南科18厂区 今天也首都在镜头前曝光了 套族声响彻云霄梁柱缓缓升空就位 互国神山台积电大动作向外界宣告 最先进的三奈米量产又扩厂 台积电在南科18厂罕见的举办三奈米量产大典 规模不小可以看到现场包括政府官员 供应链客户和媒体总共只有超过200人到场参加 董事长刘德英亲自作证主持报喜 台积电三奈米相较上一代功耗降低30%到35% 还加码曝光良率注视不忘暗奉最大竞争对手三星 已经和五奈米量产同期的良率相当市场需求非常强劲 每一年带来的收入都会大于同期的五奈米 两年内释放全世界大约1.5兆美元的终端产品价值 大寿实力稳坐龙头更是要破除近期的去台化疑虑 继总裁魏哲嘉后刘德英首度公开呼吟 在美国的第二级工厂建设也同步展开 加强我们与客户的信念台积电在台湾发展先进技术 以及扩充先进产品的具体作为 强调先进制程持续投资深耕台湾 这回甚至加码开放35奈米制程大本营南科18厂区 让外界一睹神秘面纱 台阶电18厂首度曝光 可以看到整个厂区非常的大 用车道来连结各栋建筑 占地至少就有100公顷 而后方这栋就是量产3奈米的工厂之一 整个南科厂面积更有近200公顷 最新也打造了自有再生水厂稳定供应水源 给20个厂区 不只如此台积电竹科研发中心 2023年Q2也将正式开幕 会进驻8000名人才 2奈米共6期的厂区准备落脚竹科和中科 用行动宣告更留台湾 东森财经新闻终于瑞叶子晶台南报导 看盘不断赶快来按赞 东森财经24小时股市直播来咯 快点扫QR Code加入 让我们来陪着你们看盘 最及时的盘中资讯 最权威的投资分析 满满一整天盘后交战 都在东森财经24小时股市直播